在广袤的太空中,一艘小型飞船正缓缓地靠近一艘太空母舰 此时飞船上早下来一老一少两名披着黑色斗篷的神秘人 一言不合就抄起他们手中的光剑 将母舰上的所有人给团灭了 你一定会想他们是谁,为何要痛下杀手 原来这两名神秘人是宇宙里为数不多的绝地武士 大部分的绝地武士都是英雄 然而眼前这两名绝地武士,此刻却是以雇佣兵的身份 前来解救一位关押在母舰上的重要人物 这名重要人物叫摩根 他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名可以比肩黑暗尊主的魔法师 几天前他刚被另外一名叫阿苏卡的绝地武士擒获 而这一切都是摩根的阴谋 此时他正策划着下一步的行动 大家好,欢迎来到十万的频道 刚才我们聊的是星球大战新剧亚苏卡的一些内容 这部影集在8月23日刚刚上映 目前很友好,不需要很多对之前作品系列的了解 不过在这里,十万还是想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个基本概念 话说宇宙刚刚诞生的时候 存在着一种微生物叫迷地猿虫 它会寄生在血液中与宿主息息相关 神奇的是,迷地猿虫可以感知宇宙出生的能量 并产生相互制约平衡的力量 就好比再进行一场拔斧比赛 所以如果一个人的血液中寄生的迷地猿虫数量越多 它就越能感知到宇宙能量 从而产生的拉扯力就越大 而人们管这种拉扯力叫做猿力 普通人血液内大约只有2500只猿虫 然而那些超过一万以上猿虫的人 就可以通过训练成为绝地武士 并获得超能力 这些超能力就包括预知、控制、毒心、长寿等等 而超能力的种类也会随着练习的增强而逐渐增加 所以训练中的学徒一定要拥有好的心态 正面情绪并以此来激活猿力 那么有史以来有记录的第一个绝地武士 出现在两万五千年前 传承到如今已经约有一万人了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绝地武士 他们也结成了一个组织 核心是由12位绝地宗师组成的委员会 常言道 匹吉太来 物吉必反 在这些绝地武士中 有着一些天赋异禀的人 或许可以说是他们血液中的猿虫数量更多 这些绝地武士自称为黑暗尊主 他们为了获得更强的能力 选择利用自己的负面情绪 从原力中摄取更强大的超能力 而这些新的超能力就包括意识不灭 也就是永生等等 所以正面的绝地武士是这种行为为不齿 一经发现就会被干掉 因此负面的绝地武士到后来 只被限定为两个人 一个师父 一个徒弟 师徒两人共享着黑暗尊主这个称号 所以按理说 他们是绝地武士中能力最强大的 那么我们刚才在本视频开始时提到 摩根也拥有比肩黑暗尊主的能力 其实这并不是说他拥有这个能力 而是因为摩根其实是一名黑暗姐妹 黑暗姐妹是一个魔法组织 他们所在的星球很久以前 曾到访过一位黑暗尊主 教会了他们如何使用负面情绪来获得超能力 再加上他们本来所住的星球 拥有丰富的暗能量 因此暗夜姐妹轻松地就掌握了很多超能力 这其中最强大的就是预知能力 可以预见到未来将会发生的事情 也就是说 前来帮助摩根越狱的两名雇佣兵 其实是他预知了自己的未来 提前做好的准备 然而即使在绝地武士中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好人 有些人在正邪之间摇摆不定 只能靠当雇佣兵来维持生计 那么这里有一个细节 就是这两名雇佣兵绝地武士是师徒关系 非常像是黑暗尊主的情况 但却绝对不是 我们可以看到 当徒弟在消灭小兵时 他的背后是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的 而此时的舰长正拿枪准备干掉徒弟 但是徒弟却没有任何反应 这直接证明了他对自己师父的绝对信任 换句话说 在黑暗尊主师徒之间是不可能有这种信任的 所以说这两个雇佣兵并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 而后来我们也知道 母舰上的大多数人也只是受了轻伤 事实证明师徒二人只是为了生存而已 并没有什么邪恶的意图 当然也有不幸丧生的人 比如这名看不起人并试图将两人抓起来的舰长 雇佣兵师父接着打开了摩根的囚禁室 这里也暗示着他对原力的控制 已经达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 绝地武士最特殊的地方 就是他们可以预知未来 这种预知未来能让他们感应到即将到来的危险 所以他们能在敌人的子弹还没射出之前 就知道子弹将落在何处 这也就是为什么 他们能用自己的武器阻挡并反弹子弹的原因了 与此同时在一颗被废弃了的星球上 亚苏卡正在寻找一张星际地图 这颗荒废的星球 就是亚苏卡从摩根的脑海中得知的 关于亚苏卡 他的身份非常特殊 其实他是黑暗尊主 安纳金天行者的徒弟 而安纳金就是传说中的达斯维德 也是历史上拥有猿虫数量最多的人 他的每个细胞中都寄生着两万七千多只猿虫 是普通人的十几倍 至于亚苏卡和安纳金的故事 我们等一下还会说到 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祭坛的地面上有很多黑色的粉末 然而就是这些黑色的粉末 后来差点让亚苏卡命丧于此 他通过矫正三根柱子的朝向 成功的激活了中间的一颗柱子 而这根柱子中也含有大量的黑色粉末 中心处赫然放着一颗金色的球 而在这个密室中我们可以看到 墙壁上刻着的这三个人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暗夜姐妹 亚苏卡拿到金球后正准备撤离 却发现原来有五个机器人已经在这里等他 这是什么阴谋啊 是有人想方设法把亚苏卡引到这里的吧 然而这些机器人并没有想着抢夺金球 因为他们在这里的目的是为了启动自爆系统 利用地面上的这些黑色的 类似火药一样的粉末 将这个遗址彻底毁灭 好让后来的人无法知晓这里的本来面目 所以这很有可能是摩根提前设下的一个陷阱 好让亚苏卡从自己那里得到遗址的信息 找出金球并研究 因为预言中好像只有亚苏卡才能启动金球的秘密 此外这里还有一个细节 就是顾应斌师傅对摩根的态度很奇怪 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像是下级对上级一般 相信大家也能猜到 这颗金球就是那个星际地图 亚苏卡有一名机器人助手叫胡扬 胡扬这个机器人已经存在25000多年了 他是第一名绝地武士创造出来 训练后背武士用的 胡扬也是一名机械师 专门修复和改造绝地武士的光剑 然而不管是他还是亚苏卡 终究都无法打开这颗金球 无奈之下亚苏卡只好带着金球 前去他徒弟沙宾所在的星球 想看看这名天赋异禀的徒弟能否解开这个谜团 而沙宾也的确成功地打开了金球 此时呈现在他眼前的就是摩根梦寐以求的星际地图 可是地图上显示的却是一个遥远的星系 而这颗遥远的星系与我们这颗星系之间 似乎有着一个虫洞连接着 很明显摩根想要找的就是这个虫洞所在的位置 那么他为什么想要找到虫洞的位置呢 这其实是因为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反派帝国的元帅索隆 索隆是一个智商极高 拥有超强军事头脑的指挥官 他就像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 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存在 属于那种一出场就可以轻松扭转局势的超级军事家 他总是会比别人快六七步 然而这个帝国元帅却失踪了 和他一起失踪的还有杀兵的朋友艾兹拉 此时我们看到地图 就是两人被一起传送到了这颗遥远的星系 在原来的时间线上消失了 而摩根曾是索隆的亲信 所以急切的想要找回他 至少目前看来是这个原因 然而这一幕却非常重要 因为这是星战历史上 首次提及到了另外一个星系 那么这里有几个细节 首先是沙宾所居住的少塔 原本是他的朋友艾兹拉居住的 而沙宾所用的绿色光剑也是艾兹拉的 他认为这个朋友已经死了 所以选择继承了他的责任和义务 虽说是继承 其实就是放不下 从沙宾的指甲油已经褪色这一点来看 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在乎自己形象的叛逆宫女 当然也可以说在艾兹拉死后 他对一切都没那么上心了 然而当得知这个虫洞可以找回自己的挚友 沙宾的未来也注定会发生改变 那么指甲油褪色虽然只是一个小细节 但这也可以看出导演用心良苦的设计 以及为观众展现出了角色的变化层次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二集的结尾 当沙宾重新激起斗志后 指甲油也发生了改变 那么让我们回到原本的剧情 就在沙宾刚刚看完图纸 还没来得及储存 就被反派派来的机器人把金球抢走了 记录仪也被摧毁 经过一番交手后 沙宾也被雇佣兵徒弟重伤 幸好亚苏卡及时赶到 把晕倒的沙宾送到了医院急救 苏醒之后 沙宾从反派机器人的消息中得知 这些杀手机器人都来自一颗叫克瑞利亚的星球 那么星球大战的铁粉们应该都知道 这颗星球就是汉索罗的故乡 然而在这颗星球上 还有摩根自己的工厂 用于生产杀手机器人和超光速驱动器 超光速驱动器是一种能够让飞船进入超微空间的引擎 而在这个维度内 速度是没有上限的 所以无论相距多远 都能在几分钟内到达 此时最后一批超空间驱动器和杀手机器人正准备运出 亚苏卡赶到后 试图阻止 不过这时却出现了第三名雇佣兵 而这名雇佣兵竟然也是一名绝地武士 一番交战后 亚苏卡虽然占了上风 但最终还是没能够阻止货物箱的运出 反派三人愉快的拿到了金球 他们也再次确认了地图上的位置 而此时他们所在的这个石阵 就是为了这颗金球 或者说这份地图所建造的 但却没人知道石阵到底有多古老 也没人知道是谁建造了它 难不成是虫洞另一边的人建造的吗 或者说这些人是不是早就来到了这里呢 这里一个有趣的细节 是在星际地图上有一种类似章鱼状的生物 这种生物叫普尔哲晶 它不生活在陆地或者海洋 而是漂浮在太空中 普尔哲晶具有超空间旅行的能力 正是因为受到了它们的启示 人们才发明了超空间引擎 而艾兹拉和索隆元帅之所以能被传送到另一个星系 也是因为艾兹拉可以和普尔哲晶沟通 最后跟索隆元帅一换一 那么我们在预告片中也看到了一只普尔哲晶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艾兹拉的那一只 然而在摩根激活地图的同时 他也听到了一阵类似索隆元帅的召唤 这很有可能是他又在预知未来了 现在我们回来聊聊女主亚苏卡 她的扮演者罗萨里奥·道森 也许会让观众觉得眼熟 毕竟她在《黑衣人2》里当过女主 在这部影集中 道森饰演一位托古塔人 亚苏卡从小便表现出卓越的天赋 一岁就能和动物沟通 后来失从安纳金天行者 在克隆人战争中立下了汉马功劳 可是绝地圣殿发生爆炸事件后 亚苏卡被人污蔑 最终对绝地议会失望离开了组织 而她的离开也间接地导致了 安纳金投向黑暗面 成为黑暗尊主达斯维德的原因之一 这一切让亚苏卡一直内疚不已 觉得对师父有愧 甚至连她自己的徒弟沙兵 也被卷入其中 在一次执行任务返回途中 亚苏卡恰巧遇到黑暗尊主师父帕普丁 执行第66号密令 利用克隆人间接消灭了 几乎所有的绝地武士 导致绝地武士的灭绝 数量也从一万余人 骤然降之不足一百人 显然亚苏卡和故隆兵师徒 都是那场灾难中的幸存者 亚苏卡可以说是 星球大战系列中的关键角色 从1977年的主角 卢克天行者 到1999年的主角 安纳金天行者 再到2014年的主角雷 亚苏卡的身影都随处可见 尤其是和天行者家族的关系 更是密不可分 让他的经历 成为了第四代星球大战的主要剧情 在第二集的结尾 三个雇佣兵 接受了要消灭亚苏卡一伙人的任务 所以让史润非常期待 这几名绝地武士 在接下来的事件中 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索隆元帅能否成功被接回 艾兹拉是否还活着 摩根的真正目的又是什么呢 这些十万会在未来的视频中 继续为大家解析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